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嘉年华 电影讲述了一位从事儿童性侵案十几年的律师 为两位遭到高官性侵的女孩伸张正义的故事 小米是一家旅店的清洁工 这天本该值班的 旅店员工历历要去见自己的男朋友 让小米代替自己值班 就在小米代班这天 有一位男子及刘会长带着两个初中生 小文和小新来到酒店住宿 看了两个房间 晚上小米从监视器上发现 刘会长抑郁闯进女孩的房间 小米拿手机录下了这一推散过程 转天小文和小新上学迟到 在老师的质问下声称 是因为忘记上闹钟起晚了 小文和同学打闹的时候 倒地不骑且面色憔悴 身上还露出了亲子伤痕 小文和小新的父母带女儿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两人遭到了心情 事情败露 警察来到旅店询问情况 怕惹上麻烦的小米 谎称自己没有看到男子与两个女孩 并自己在监控上看到的景象 只字不提 并声称是员工立立值的班 自己转天做的清洁工作 警察想查看监控录像寻找线索 不料监控录像已经过期 被系统自动删除 毫无线索的警察开车离开 小文母亲请了一名律师郝杰 想替自己的女儿伸张正义 律师询问了当晚母亲的去向 以及孩子父亲的情况 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警察第二次见面 小文及其母亲还有律师郝杰 在警察的询问下 小文害怕地说不出一句话 躲在了杂物室里蹲坐在地上 律师为了安抚小文的情绪 开车把小文带走 在车上 律师寻寻善用地询问小文情况 小文说出了实情 并得到证实 那天并非是理职般 律师来到旅馆找到了小米 小米再一次地撒谎 称男子没有进入女孩房间 得到一些信息的律师离去 小文父母的感情一直都不和睦 发生了这件事后 母亲的情绪崩溃 撕掉了小文漂亮的衣服 并剪掉了小文的头发 实则尚是心疼自己的女儿 小文傍晚离家出走 去找自己的爸爸 不料父亲家中没人 小文露宿街头 小文收拾房间时 发现从女孩那捡来的假发 被莉莉的男友建哥发现 建哥向小文询问 那天的实情 并声称信息就是金钱 这句话点醒了小文 小文买了张非实名的电话卡 给刘会长发信息 称自己有他进入女孩房间的视频 只要给他一万块 他就不说出去 来到父亲家中的小文 不愿意面对母亲 父亲偷偷给母亲打电话 让母亲来接走小文 得知小文确实不愿意和自己回家的母亲离开了 律师找到父亲家中 小文回家后看到律师掉头就跑 律师和父亲抓住了小文 小文在律师的怀中失声痛哭 律师再次找到小米 针对上次谈话的漏洞 对小米缓缓解逼 此时闹得沸沸扬扬 旅馆也被逼关门 经理发现律师找过小米 让小米卷铺盖走人 小心的父母找到了小文的父亲 并称刘会长说 只要他们不再追究这件事 从此由他来负责两个孩子的学费 小米终于凑够一万块 去找建哥给自己搬招身份证 不料建哥趁机哄抬价钱 小米气急骑摩托车离开 建哥找人打了小米一顿 小米联系了律师 律师帮小米交了住院费 作为回报 小米告知了律师视频的储存途径 并交代了自己的身世 眼看着事情快要真相大白 刘会长去买通医院 重新对小文和小新进行了复课检查 并开新闻发布会成 两人下体并无损伤 最终事情败了 这一行人都被判处相应的惩罚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不要惧怕官患压迫 在儿童性情案件中要斗争到底 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一定可以让恶人得到诚挚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